屏东县八个原乡去年结合病发生率 每10万人口有162例 超过全国标准值90例 为有效预防及控制结合病的蔓延 卫生局积极地做结合病防治宣导 希望降低结合病的发生 我们原乡看起来就会三倍多于 这个一般的全国的一个罹患到肺结合的比例比较高 那这个肺结合是一个人传染的一种 即便是有肺部 大部分都从肺部呼吸道来感染 卫生局除了在周末部落居民上教会的时间 做结合病防治宣导 也会利用夜间举办X光询检 不少部落居民听到卫生所广播后 都自发性的前来做检查 卫生局长李建廷说 今年在原乡地区已经执行超过40场X光筛检 也发现确诊病例 卫生局立即安排病患接受治疗 这个肺结合 只要能够早期发现 我们就会可以避免传染给别人 第二个如果早期发现的时候 我们治疗就很容易就达到不会传染给别人 所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X光的检查是非常重要的 卫生局推测原乡离患肺结核比例高的原因 可能在于部落居民的生活习惯 及缺乏自身的卫生管理与定期的健康检查 因此卫生局呼吁原乡部落居民 由于接受结合病胸部X光检查 提早发现就能及早治疗 评论新闻张如荫唐新贵采访报道 感谢您的观看